郭文貴好 主任長好 在開始今天交通組的總資訊之前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必須要提醒您的注意 這件事情是 我們的海紀會董事長鄭文燦 在上個週末的時候 五百萬元被法院重保交保 涉彈 從法院所發布的新聞稿 非常清楚的呈現了 他的確有收受五百萬元不當的金流 那這件事情我之所以有必要 要提醒院長注意也要請教院長 是 這件事情我們接下來當然就進入司法機關了 爭辦 我們都尊重這個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這一個土地開發弊案受惠的情節 在2017年9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監聽議文了 2017年9月的時候就找到金流了 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要偵辦了 為什麼後來案子被壓下來被牽結 這件事情很嚴重 這個攸關了我國整個司法上的信譽啊 為什麼那個時候的案子 竟然無疾而終 辦不下去 沒有辦法約談 沒有辦法搜索 院長這件事情你有沒有掌握 謝謝委員 委員心中的這個疑慮啊 我想社會上大家也難免有同樣的想法 那我也認為一個案件 這個檢調單位當然有它辦案的速度 步驟程序等等 但是在適當的時間 而且在案件沒有被 27年以後你認為是適當的時間嗎 我說如果在適當的時間 他可以對外 或是進行這個 受案的動作的話 那對案件的釐清 應該是更有幫助的 那這個齁 除了目前 鄭文燦他個人所細數的案件的偵辦以外 我今天之所以跟院長提這件事情 是牽涉到了我們的法務部 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第一個 有沒有人壓案 第二個更嚴重的 顯然是消息有洩漏 所以不到大概過了一年的時間 消息有洩漏 監聽的內容有洩漏 所以鄭文燦匆匆忙忙的 把那五百萬還回去 這還有泄密的問題啊 院長你認為需不需要徹查 徹查法務部長 不是 徹查當初 為什麼這個案子被牽結 為什麼沒有辦法動 當初這個案子 為什麼今天聽見譯文會流出去 導致什麼 鄭文燦收到封 把匯款還回去 這些事情不需要查嗎 好我剛剛說除了檢調單位的做辦案的程序步驟之外 民主的台灣應該不會有人要去壓一個任何的案子 但是這件事情如果在現在法律的釐清之餘 對過去的處理程序行政上有沒有必要做檢討 法務部我認為可以去了解 法務部有必要去做調查嘛對不對 可以去了解過去的這個行政上有沒有任何的 希望這件事情喔 這件事情知識體大 有關全民對我國司法信譽跟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法務部有必要要徹查 給全體國人一個交代 當初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是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事關重大我覺得有必要 要當面跟院長提醒這件事情 我們的法務部應該要給社會一個清楚的交代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